一个更好用的工具 这主要是在于说 你要更换颜色的时候 比方说我们看到 这边有很多黄色的花朵 那我只针对黄色的花朵 去做修改颜色的一个部分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这个取代颜色的方式 包含像这张也是 如果说呢 这个红砖色的这个墙面 你想要把它换成别的颜色 那就是只有针对这些红砖面的 这个颜色想改变的话 也可以用这个很好用的取代颜色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我们点选到这个黄色花朵这边来之后呢 可以在影像下面选择我们的调整 那这边呢就会有一个取代颜色 倒数第二个 一样这个地方你会跟刚刚